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周末夜晚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从上一季开始呢 我们就说这一季呢 我们要讲一些跟这个工作比较有关的话题 那么前一阵子呢 安安老师被邀请参加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体验营 这个有关于提升工作绩效的体验营 那么在当中呢 有一个游戏 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游戏是这么做的 就是呢 每一个人的前面呢 就是放了一条线 那这条线距离这个人大概有两公尺左右吧 那么每一组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 那每一个人呢 就要往前走到这个线 那么这个走到这个线的时候呢 你的嘴里就必须要一直不断的重复念着 譬如说你今年的绩效目标 假设是 譬如说 今年我要做到业绩一百万 那你就要在走的时候不断的说 今年我要做到业绩一百万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你对上的其他人呢 他们会拉住你的脚 然后呢 就是五六个人哦 就蹲在地上拉着你的脚 所以呢 基本上你是举步为坚的 你要走完这两公尺 但是呢 他们就是要你不断的在口里面喊着 你今年的业绩目标 然后往前走 然后走到那个线为止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他们还安排了一些 所谓的这个小恶魔在你的旁边 就是当你一面喊着 我要做到一百万的业绩 然后往前走的时候呢 这些小恶魔会在你的身旁不断的叫笑 就说不可能的 你放弃吧 但是你这时候还是要一直坚持的喊着你的业绩目标 然后呢 你的脚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有五六个人蹲在地上拖着你的脚 那么最后呢 每个人都会达到终点 然后达到终点以后 每个人都好像这个 真的是泪瘫了一样趴在地上 非常非常的累 但是最后呢 大家就会把你抬起来欢呼 然后说你终于做到了 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非常激情的活动训练 那么在这个活动之后呢 就被要求手上要戴上一个手环 那这个手环上面就写上了你的业绩目标 然后你回去就要时时刻刻的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 我所创造的业绩目标 然后他要求呢 这个手环21天以后才可以取下 那么因为安安老师毕竟是一个心理学家 所以虽然我在当中参与的时候 我也明白他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 这个以前呢 曾经有美国有一个大学 他们就做过一个研究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 所谓叫做肢体反馈的机制 什么是肢体反馈呢 事实上呢 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我们开心 所以脸会微笑 微笑的时候呢 脸部肌肉往上 这个是因为我们脑筋里想到了 开心快乐 所以我们脸就笑了 那这个是脑 所以影响了脸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的脸也会倒返回去 影响我们的脑哦 在以前的心理学实验里面呢 这个受试者就被要求说 你要做出这个微笑的表情 然后另外一组受试者就被要求 做出一个很悲伤的表情 但事实上呢 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的 这个外在刺激 只是单纯的被要求做这个 嘴角向上 或者是嘴角向下的动作而已 那么在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之后再让他们去阅读一些文章 那他们对于文章里面 这个文章可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故事 没有带有太多情绪色彩的 但是呢 如果是一个被要求 嘴角向上的这样子的人 他们读完以后呢 就会觉得这样的故事里面 带有比较多正面的东西 那么一组被要求 这个嘴角向下的这一组呢 他们就会用一个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悲伤的态度 去看待这个故事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的人呢 也是从这个我们的脸部表情去判断 我们到底是开心还是快乐 所以这个叫做肢体的反馈 那么关于这个肢体反馈呢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实验 他们要求这个实验对象呢 去听一段录音 那分为两组 当中的一组呢 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呢 就要求是 你要必须要一直点头的去听 那另外一组呢 就被要求 你在听这一段录音的时候 必须要摇头的听 在这个听完以后呢 他们就去问这些人 是不是同意这个录音里面的说法 那么就发现呢 这个被要求点头听的那一组呢 同意这个录音里面的说法 远远高于那个 被要求是摇头听的那一组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脑子 常常也是靠我们的肢体来取得讯息 然后告诉我们的脑子 我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的 就像刚刚我们说 这个我们的脑子 其实是看到我们的肌肉往上 脸部的肌肉往上 还是往下去判断 我们到底是快乐 还是悲伤的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的大脑 不见得是很聪明的 有时候我们大脑是很笨的 它常常也会被骗 因为它需要去 透过很多不同的渠道 去取得讯息 所以如果我们去 在这些渠道 所谓发布假消息的话 那么我们的大脑 也常常会跟着这些假消息 去动作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讲到说 刚刚的这一种肢体反馈 可以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工作 以前呢 曾经有一个实验者呢 他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两组人 给他们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一个 无解的英文单字题目 他就是给他一些英文字母 然后叫他们拼成一个单字 但事实上 这些字母是没有办法 拼成一个所谓正确 或者是正常的英文单字的 因为这个字是不存在的 那他就想要用这个 作业任务呢 去测试看看 他们可以坚持多久 才放弃 那么他让这两组人 同时做不同的动作 去解题 一组人呢 是把手放在大腿上面 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姿势 那么另外一组呢 就是做出这个 双手交叉在胸前 还胸的这个姿势 事实上呢 这个动作呢 在很多的所谓 我们看很多杂志的封面人物 他们通常都会做出这个姿势 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 通常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是一些精英人物 他们就会做这样的动作 那因为人们从小到大 我们都被这种 媒体耳濡目染 所以我们自然就会觉得说 做出这种姿势的人 他们代表的是一种 努力不懈的 然后朝着目标去奋斗的 这样子的一个象征 所以他就要那一组人呢 做一样的姿势 结果就发现呢 做出双手抱胸 姿势的那一组人呢 他们平均 做这个无解题的 坚持时间是54秒 那么做那个 把双手放在大腿上面的 那一组呢 他们平均解这个无解题的 坚持时间是 还不到30秒 而且呢 后来呢 这个实验者 这个心理学家 又给他们做一次这个 有解的题目 但是是比较难的 但是是可以拼出单子的题目 也同样的发现呢 这些双手抱胸的 这一组的人呢 坚持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解出来的题目 也比较多 就是对比于那些 双手放在大腿上的人 所以呢 这样的实验呢 就再次的 重新印证了 所谓肢体反馈 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 坚持不懈的这一块的技巧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到工作上面呢 我们先进一首歌 带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听一首 桃哲的小镇姑娘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 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 你就是那么的纯净 直到你收到上帮的通知 但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 不只为你而高兴 还为自己忧愁 只好就放你走 我明白 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舍不得 这个爱 一时一时一时不会留开 我明白 我明白 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还记得一开始 你不能适应 那个忙碌又吵的环境 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 你一定听过这故事 当你最寂寞的时刻 我陪伴你 给你我的安慰 为何鼓励 自己冒险着死心 让我每天忧愁 只好就让你走 不明白 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舍不得 这个爱 一时一时一时不会了解 不明白 我明白 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还记得一年前站在火车站 看着自己的悲剧夜晚 走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 那车头依然 但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我已不在 我不明白 你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小镇子姑娘 小镇子姑娘 小镇小镇小镇姑娘 小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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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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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老师 在上一节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肢体反馈 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给大脑一些讯息 让大脑以为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或让大脑以为我们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反馈 去影响我们的认知以及情绪 讲到要怎么样跟工作结合 刚刚的这个双手抱胸 然后做任务的方法 可以作为参考 当然如果你真的每一次做任何的工作之前 都双手抱胸的话 旁边的同事可能也觉得 你这个脑袋是不是有点问题 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比较 平常人比较不会发现的这个方法 有另外一个实验呢 他就同样的把人分成两组 那么有一组人在做这个作业任务的时候呢 他是皱着眉头做的 就被要求 实验者要求他 你要把眉头皱起来做 然后另外一组呢 实验者就要求他 你就微笑着去做这个作业任务 那大家如果刚刚听完这个实验呢 一定也可以猜想出这个实验最后的结果 因为这个肢体反馈的机制 所以呢 结果就发现 如果是皱着眉头做这个作业任务的呢 他们会放入更多的心力 然后更多的时间 然后去做这个作业 比这个微笑的这一组花更多的时间 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我们会觉得说 人如果皱眉的时候是真的是比较全神关注 然后是想要投入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所以我们的大脑他会有这样子本来的 所谓的这种后摄认知 所以呢 当我们的大脑呢 发现主人的这个眉头是皱起来的 他就会以为说 哦 主人应该是非常非常投入在这个作业里面 而且是要花很多的力气 全神关注的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自然大脑就会去配合这件事情 就会投放比较多的资源跟心力上去 所以下一次呢 如果这个大家想要这个很认真的做事情 想要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的话 如果旁边没有同事 你在家里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双手抱胸 但是如果在办公室旁边有很多同事的话 那么安安老师就劝你 你就皱着眉头去开着你的电脑做事就好了 这样旁边的人就不会觉得 你怪怪的有问题 事实上呢 所谓的这个肢体反馈 不单单只是指我们的身体 所谓的手脚啊 脸部表情啊 这种动作而已 还有其实 它跟我们很多身体上面的生理指标 也可以作为这个讯息通道的反馈 比如说我们的肌肉 这个紧张的程度 我们心跳的快慢 我们呼吸的快慢 甚至我们这个血压的高低 身体呢 我们的大脑都会拿这个当成这个叛毒 我们情绪 然后还有想法的参考 怎么说呢 以前呢 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实验 他们呢 就把这个男孩子分成两组 然后呢 有一组的男孩子呢 就是看一个女生的照片 然后另外一组的男孩子呢 他们就被实验者要求去走这个吊桥 然后当然走这个吊桥是很高的嘛 所以是很可怕的 所以当他们走完这个吊桥以后呢 他们就在看这个女孩子的照片 然后呢 就去问这两组的男孩子说 你们觉得照片上的女孩子 对你们来说有没有吸引力 然后呢 实验结果就发现呢 走过吊桥的这一组呢 喜欢这个女孩子的程度 觉得这个女孩子有吸引力的程度呢 高于这个坐在那边看照片的那一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也跟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身体反馈有关 因为呢 走过吊桥以后 人的心跳会加快 然后呼吸会急促 那这个很像什么状况 其实是很像 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对象 所谓内心小鹿乱撞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呢 当我们的大脑发现说 啊 主人的心跳跳好快 然后呼吸好急促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在前面的时候 大脑就会告诉这个主人说 嗯 你是喜欢这个女孩子 所以你出现了小鹿乱撞的反应 那么另外一组 因为他什么事都没有做 所以他的心跳很平稳 然后呼吸很和缓 所以就是 看这个女孩子的照片的话 就没有 像这个另外一组出现 那么明显的这个 生理反应 所以自然大脑就不会解读他 为这个小鹿乱撞 然后甚至是对这个女孩子很喜欢的这一种状况 所以呢 如果听众朋友呢 有很心仪的对象 那最好呢 就是在对象上完体育课 跑完操场 气喘吁吁的时候呢 赶快冲到他面前 给他一杯水 或者送一条毛巾 然后看看对象会不会对你 这个小鹿乱撞的程度更为提高 下次可以试试看 那么所以呢 就讲回我们一开始 在节目开始讲的那个 安安老师去参加的这个 业绩成长 体验营 他做这样子的这个活动 事实上呢 就是他让人拖住这个脚 然后让你举步维艰 所以你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往前进的时候呢 然后刚好你又喊着这个 你的口号 我一定要做到业绩多少多少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这种奋力不懈 身体解读到是你整个身体在往前 就跟这个口号连接起来了 所以呢 以后你就会为你所呼喊出的这个口号 愿意付出更多的心力 这个第一个是所谓肢体上的反馈 那么第二个是这个 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 因为你很疲倦很疲累 然后非常的辛苦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地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背后拖着你 所以呢 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你的心跳非常的快 然后呢 你的呼吸也很急促 然后你的肌肉是绷紧的 然后呢 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 都是处在一个所谓的爆发的状态 那在这个身体 大脑就会以为说 这个爆发的状态 然后你嘴巴里又念的这个 我要达到多少多少的业绩 它又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自然而然 你就会更愿意投放 更多的力气 更坚持 然后并且你愿意 为这件事情投放更多的能量进去完成它 而且呢 最后呢 我们还绑上了这个所谓的手环 那这个手环呢 就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因为你每一次看到这个手环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那时候 你是多么疲倦的 才到达终点 付出了多么的努力 才到达终点 而且手环上面又写了这个 所谓你的业绩目标 你自然而然就会 记起来你那时候的这一种身体的感觉 或者是这个 整个生理指标的感觉 那么这个东西又再一次的被增强了 所以呢 这个是所谓这个体验影背后的心理机制 那当然 虽然安老师理解 这个背后的心理机制 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呢 我还是很认真的去玩 只不过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 我是整个人几乎是泪瘫在地上的 因为真的真的太疲倦了 不过是很好玩 很有趣的 那么听众朋友 如果下一次你们的公司也好 或者是 你是在学校里面的 你的班级 甚至是你的团队 你想要让他们更可以达成目标的话 也许你也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些这样子的活动 而这样子的活动呢 就是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给你大脑一些资讯 那这些资讯呢 不是用说的 而是用身体的反应告诉他 你可以设计一些活动 是刺激了他的整个生理反应 还有他肢体配合的动作 而这些生理反应跟肢体配合的动作 都是原本一个人在努力 状况下面会出现的讯息 那把这样子的讯息放到活动里面去的时候 大脑就会被蒙骗过关 那么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让你的团队业绩飙升 效率加倍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对各位听众朋友有帮助哦 好我们进一首歌 带我回来姐妹涛聊心事 听一首梁静如的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 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 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 说服自己 最怕你也一样的肯定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 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如果我的坚弱任性 会不相信伤害了你 你能不能温柔提醒 我虽然心太急 更害怕错过你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 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